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透过临城劫车案探群幕后引擎 有迹象显示 是日本人促成了这起惊天大案的发生 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揭秘 临城劫车案第三集结局与内幕 1923年5月6日 孙美瑶的土匪武装乍翻一列火车 劫持了包括几十名外国人在内的上百名乘客 事件发生后中外震惊 由于担心酿城国际事件 北洋政府不得不与非手孙美瑶进行谈判 起初非手孙美瑶提出 将土匪武装收编为一个驴 由他担任女长 后来他又变化 提出将土匪武装收编扩充为两个驴 等谈判条件 但北洋政府认为 孙美瑶是漫天要价 无法接受 官匪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然而已经被围困 半个多月的孙美瑶拖不起 他开始坐不住了 那么他将如何打破 谈判僵局呢 官匪谈判破裂以后呢 孙美瑶在洋票当中啊 找到一位在欧战当中 曾经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 让他呢 进行宣誓 保证你下去 谈判以后啊 还必须回来 他带着什么条件下山呢 就是限定政府军 在22日下午6点以前 全部通通对我撤回原防 不料这个法国的所谓勇士呢 一去不回了 所以呢 25号这一天 密勒时报的主编鲍威尔 亲自宣誓下山 他带了孙美瑶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 发为匪军六个月的这些军奖 第二个 收编匪军是一万人 第三个 非常重要 提出了 让张敬尧为山东都军 张敬尧这个人我们知道 他原来是晚戏的大将 这个时候他把这个条件提出来 这个里边呢 是肯定有文章可做的 26号呢 鲍威尔又重新下山 带了土匪呢 两个条件 就说土匪呢 也表示对政府呢 进行妥协 政府军 解围撤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收编 孙美瑶的队伍呢 两个旅为限 政府方面呢 提出了反条件 你先释放 人质 三分之二 收编的匪军 以持枪者为限 就说你没有枪的这些人 政府是不能收编的 双方的条件 始终谈不拢 在这个时候 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 有一个人脱颖而出 这谁呢 就是当时的徐海镇首使 陈调言 这个人呢 出生于保定军官学堂 纵横江湖多年呢 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这次是主动请因 到了枣庄 上山以后 还带去了五万大洋 和两千套军装 并送去了大量的粮食 进行接济 这个人一到枣庄以后啊 跟那些土匪啊 十分随和 称兄道弟 很快迎得了这些土匪的好感 当天夜里啊 陈调言留在山上 和这个土匪们呢 在一个屋檐下呢 睡觉 陈调言与孙美瑶啊 接触过很多次了 双方比较熟悉了 说话呢 也很随便 他看见孙美瑶啊 两个眼睛熬得同红 陈调言呢 立即把自己所戴的 这个黑墨镜啊 取下来 说呀 大当家啊 我这个眼镜啊 是东海水晶石造的 你呢 是一在之主 应该呢 格外的保重 这个眼镜啊 就送给你了 这个眼镜啊 孙美瑶一戴 顿时觉得 眼睛特别舒服 而且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这样一来呢 孙美瑶和陈调言之间呢 两个人几乎是无隔阂了 所以在陈调言的组织下呢 官匪之间的谈判 进行的是比较顺利的 孙美瑶呢 也想找一个台阶下来 因为呢 这场货呀 实在是闯得太大了 如果和政府军呢 没完没了的相持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同时呢 政府呢 也答应了 凡是有枪的 都予以收编 没枪的 每个人 发一张免死证 再给呢 五十块大洋的遣散费 因此 所有跟那 孙美瑶造反的这些人 都有了着落了 最终 孙美瑶 他的部队 被编制为一个新编旅 一共是三千多人 按照两千七百人发响 其余这三百人的这个响钱呢 自己来负担 官匪双方 终于达成了一个交易 到七月一日 孙美瑶送出了 所有的人质 他的部队呢 正式改编为山东的新编旅 下辖两个团 历时近两个月 官匪双方终于谈判成功 对被劫持的中外乘客来说 无辜的他们几度命悬一线 现在终于能安全回家了 对北洋政府来说 虽然是迫不得已 接受了土匪的条件 但保证了人质安全 消除了外国列强 借此干涉国家内政的理由 也算成功地处理了危机 那么对于闯出弥天大祸的孙美瑶来说 他被招安后就可以高枕 无忧了吗 当了几个月的旅长后 他就因为违抗军令被杀害了 又是真是假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揭秘 临城劫车案第三集 结局 在说这个孙美瑶啊 当上了新边旅的旅长以后啊 自以为从此可以要祖光荣 太平无事了 心情比较好嘛 一时间迎来送往非常忙碌 他除了回老家呢 祭祖以外 又在济南呢 去拜见了三东都军田忠裕 但是孙美瑶万万没有想到啊 他虽然被招服了 成了北洋军的一部分 成了三东都军田忠裕的部下 但是田忠裕 却对他耿耿于怀 原来呢 列强要求惩戒 造势地方的文武官员 因此呢 在五月九号 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呢 曾经下了一个令 就说这些人的官职啊 统统被免去 说算是在这呢 戴罪立功 你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让田忠裕和孙美瑶两个人 握手言和 那绝对是办不到的 虽然呢 北洋政府允许田都军呢 戴罪立功 这田忠裕这个气啊 可就大了 孙美瑶竟然成为他的下属 田忠裕表面上是 须一尾一啊 内心恨之入骨 无时无刻 不再处心积虑 要除掉孙美瑶 解散这个新边 田忠裕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调北洋第六旅 吴可张团 到了岛庄 和孙美瑶一同 驻扎在一块 并且呢 吴可张 他又是执法营物处的处长 可以对这个孙部呢 进行监视和瓦解 时机成熟以后呢 想办法把这个孙美瑶啊 一举给他除掉 吴可张这个人呢 自持有靠山 从来就没把孙美瑶放在眼里 他不断的采取了那种挑拨离间的手段 来瓦解孙美瑶的队伍 首先呢 他拉拢了新边旅的两个团长 常以酒肉呢 相待 自吹啊 这个团长啊 有天才啊 有这个治军的能力啊 将来肯定要高升的 暗示呢 这个团长呢 将来有可能取代孙美瑶旅长的职务 时间一长呢 孙美瑶手下这个团长呢 跟吴可张的关系啊 越来越近 孙美瑶他的旅部 警卫连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而且呢 全部都是孙美瑶的亲信 警卫连的连长呢 就是丁开发 这个人呢 作战非常英勇 足智多魔 是孙美瑶的心腹 吴可张非常清楚 要想搞掉这个孙美瑶 就先把这个丁开发给他解决了 于是呢 吴可张就不断的监视丁开发的行动 以寻找可乘之机 孙美瑶当了旅长以后 得意极了 天天带了一帮人 一五喝六 不是喝呀 就是吃啊 而且这个人有一个嗜好 什么呢 他喜欢逗安纯 安纯是北方的一种小鸟 这个鸟呢 有这么一种习性 就是抓了以后啊 你把它关在这个黑暗的地方 或者装到笼子里 或者袋子里以后 饿了几天 如果一旦放出来 他看见他的同类啊 就拼命地掐和拼命地咬 一直到咬死为止 孙美瑶就爱这一口 为什么 通过这个斗安纯呢 可以赢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天天到处去找安纯 玩物丧志啊 丁开发呢 就不断地劝说他 说旅长啊 咱可不能这样干呢 拘安思危啊 咱如果把这个心思的用了 斗安身上 北洋这个第六旅 就在我们身边呢 万一他哪一天 对我们突然袭击 你说我们怎么办 孙美瑶听了 丁开发的这些话 感到很反感 就说你管这么多事干嘛 到底是你是旅长 还是我是旅长啊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吴可张这个人 就知道了孙美瑶和丁开发之间 有了矛盾 就趁机进行挑拨 在孙美瑶面前就说 孙旅长啊 我们都对你非常尊敬啊 没想到你这个卫队队长 胆子要太大了吧 怎么公开指责你呢 这样一来二去呢 孙美瑶跟丁开发之间 矛盾就加深了 有一天呢 吴团长又来告诉孙美瑶了 说这个丁开发呀 有问题 他和这个共产党啊 有关系 万一上面要知道 你这个部队里还藏着有共产党 那你就麻烦了 你想想 共产党跟北洋政府是死敌啊 他们是要推翻这个北洋政府的 万一上面知道 你这个队伍里还有共产党 那你这个队伍就麻烦了吗 早晚要被解散 孙美瑶一听着这个情况 就把丁开发叫来了 丁开发当然不承认了 说我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孙美瑶就是不相信 最后呢 一下狠心 把这个丁开发 作为共产党给他枪毙了 这个卫队队长一死 孙美瑶的宝贝就被砍掉了 再加上这个北洋这个团呢 跟他的部队是扎在一块的 两边的士兵啊 经常在路上碰上 互相瞧不起 北洋的这些部队呢 就认为他们是北洋正宗 你们都是土匪收编过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两边呢 经常是发生矛盾 一边要武扬威 另一边呢 也不服气 最后两边就打起来 一打 事儿就大了 把孙美瑶的人呢 打伤了 他手底下人来报了 说第五团 把我们的人都打伤了 孙美瑶一听就火了 马上命令 第九门抄家伙 跟着我走 带着人 就登门 要跟这个吴克章啊 来算账 当时把这个吴团长给吓得呀 把这个大门关上了 任凭你在外边把门都吹破了 就是不开 这个事儿呢 闹得非常大 很快就传到了山东都军呢 田中玉那儿了 田中玉觉得这个事儿 基本上火候到了 该是消灭孙美瑶这伙人的时候 所以呢 他就命令了衍州的一个镇守使叫张培荣 说你去处理这件事儿 想办法把孙美瑶给我除掉 立即给他镇发 这个张培荣怎么办呢 他大张其苦的 把吴团呢 调回省城 他来迷惑孙美瑶 又把山东的第五旅 第六旅和二十旅呢 调到早丹附近 同时呢 在找庄 找了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 这些乡身富户都请来 表示呢 要吃蒋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孙美瑶请来 把吴可章也请来 坐下来 大家呢 喝个茶聊个天 把这个事儿呢 给他化解了 就这么着 张培荣呢 这个鸿门宴 就设下了 所以到了当年的 十二月十六号这一天 张培荣呢 来到了早庄 各地的这些乡身呢 这些富户啊 把他们都请到中兴煤矿 然后干什么呢 就大摆宴席 孙美瑶乐乐呵呵的就来了 带着他的这些卫队啊 马便 到了以后 进了早庄这个中兴煤矿 这个大院 发现这个情况 好像有点不对啊 但是一看里边的人呢 都在高棚满座的 又吃又喝的 警惕性呢 也就放松了 他就静止地直向二门走 没想到刚进二门 左边右边 同时上来两个便衣 其中有一个人上来以后啊 伸手就在孙美瑶的腰里 摸他的手枪 这边这个人手上 是抓了一把石灰的 一下子就撒在了孙美瑶的眼上 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两个人趁机把他往下一扔 抽出这个匕首啊 对他连戳了十几刀 孙美瑶临死前 就大喊 喊什么呢 喊他的团长来救他的命 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团长早就被 吴可张他们收买了 所以呢 孙美瑶就这样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 孙美瑶的这些新边旅的这些人呢 一看大势雨去了 旅长都被人打死了吗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干脆缴械投降吧 这个孙美瑶的队伍 就这样被瓦解了 孙美瑶被杀了 田忠玉这口恶气啊 也就出了 事后呢 还发了一个通电 大义说呢 这个孙贼啊 以往作恶多端啊 获取了高位以后 而且呢 不知道悔改 越发呢 就是不听军令 此风一涨啊 人心不可收拾 故不杀不足以 尽孝由啊 孙美瑶被宣布 就地正法后 这在当时对其他地方的土匪武装 的确起到了 以警校游的震慑效果 曾经不可一世的孙美瑶 就这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但反观孙美瑶冒险上山为匪 和他被招安后的所作所为 他似乎是胆大鲁莽 没有多少心机的一个人 那么他为何能制造出 临城劫持案 这样的惊天大案 王小华研究员认为 其实临城劫车案 另有幕后推手 是日本人促成了 这起惊天大案的发生 那么这个说法 有何依据呢 民国史专家 王小华 为您揭秘 临城劫车案 第三集结局与内幕 说到这 我们就必须谈谈 临城劫车大案 真正背后的推手了 先前 我们曾经谈到有一位叫张培健的高人 上了山吗 那个张培健不是边防军的教官吗 但是你别忘了 凡是在边防军做教官的 都是日本人 所以这个张培健就是个日本人 他的真名叫什么呢 叫伊藤基吉 所以这个人本身呢 他就是个日本间谍 难怪在五月六日的第二次国际快车上 为什么没有一个日本记者 没有一个日本侨民呢 就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此外 孙美瑶在与北洋政府谈判的时候 有一个主要的条件 即使让张敬尧出任山东督办 就是让一个惋惜的人物 重新来掌握山东的政权 如果张敬尧当了山东的督军 得意的肯定是日本 那么日本人 为什么要帮助孙美瑶 策划这场临乘劫车大案呢 原因很简单 直系政府上台以后 损害了日本在山东的利益 但是日本呢 又不能扶持亲日派 取得这个政权 于是就用这种勾结土匪的办法 让土匪在金浦铁路上呢 劫车 凉成一个大的国际事件 日本人趁机提出来呢 就是组织八国联军 共管中国 或者共管中国的铁路 达到什么目的呢 就是日本重新 在山东 收回它那些被美国人 所占有的这些利益 但是1923年那个时候 已经和1900年那个时候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中国政府经过努力 日本提出这些条件呢 最后还是流产了 讲到这儿呢 似乎这个临乘结身案 由孙美瑶的死 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来源于谁呢 就是第74军前任军长余继时 这个人是蒋介石的外甥 黄埔军校毕业的 后来做了58师的师长 这个58师的前师长 叫陈耀翰 陈耀翰当年 正是孙美瑶的部下 余继时 来了以后 把陈耀翰给他调走了 但是呢 陈耀翰手底下的这两个旅长呢 特别能打仗 说能争贯战呢 余继时就把他们叫在面前 就问了 你们这个部队 为什么那么能打仗呢 这个部队 他的血脉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怎么来的呢 结果这两个旅长啊 就跟他透了个底儿 他说啊 我们这个部队 就是当年 凌晨劫车大案的 那个孙美瑶的队伍 这一来啊 引起了这个余继时的兴趣 他说这个事我知道啊 当时这个孙美瑶不是死了吗 他的旅长说 孙美瑶根本就没死 死的那个人呢 是别人顶替的 当时这个余继时就愣了 这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他在手底下的旅长就说 孙美瑶呢 后来我们是跟着谁呢 跟着山东有个都军叫张忠昌 我们成了山东 都军张忠昌的队伍了 后来在1928年 国民革命军 打到北京以后 我们就投降了 国民革命军 变成了第58师 所以我们这个部队的正宗的血统 就是来自于孙美瑶的部队 余继时就问了 孙美瑶到哪去了呢 不是听说他被这个镇压了吗 他手底下的这个旅长就说了 孙美瑶啊 实际上是在1929年才病死的 这段史要来源于谁呢 来源于余继时 写了一本叫《八十虚度回忆》的书 就有这么一段记载 余继时呢 后来一直是跟着蒋介石当委队长的 晚年呢 到了台湾 他写了这么一本书 我想呢 一个80岁的老人 曾经在58师当过师长 对这个师的渊源呢 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因为在这个国民政府时期啊 这种冒名顶替的事啊 非常多 当时呢 为了这个让老百姓啊 觉得如果走孙美瑶这条道路 是没有希望的 他们造成了一个假象 说是孙美瑶被政府镇压了 所以呢 他这种说法 还是有根据的 孙美瑶是病死的 并不是因为违抗军令而被杀害 王小华研究员认为 余继时的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但北洋政府误杀孙美瑶的具体原因 从目前的史料看 尚无记载 然而 孙美瑶自从被北洋政府宣布就地政法后 孙美瑶的名字从此在人间消失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 那个曾经劫持火车 闯下弥天大祸的孙美瑶 已经死了 孙美瑶虽生有死的下场 尽管是他个人的悲剧 应该说 这与他生在那个社会的无奈和时代的裹挟 也不关联 孙美瑶曾经是那么不可一世 引起了中外那么瞩目的一个人物 没想到就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但是我们再一想 孙美瑶干下了今天的大案 直接得罪了山东都军田忠裕 影响到北京政府 包括大总统曹坤这些人 通通受到外国人的威胁 所以他落到今天这种下场 也是情理之中的 通过这些事 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中华民国建立了 也颁布了宪法 难道这些法律就不管用了吗 实际上 当时年年军阀混战 北洋政权是不断的进行更迭 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所以法治 所谓的法律是形同虚设的 如果当年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孙氏兄弟也不会从秀才走向土匪这个道路 凌晨劫车案或许根本不能发生 关于临晨劫车案呢 讲到这儿呢 就算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1945年 有人控告民国著名将领冯玉祥犯有谋杀罪 而原告方也曾是政府要员 他叫徐道林 他起诉冯玉祥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那么徐道林与冯玉祥打官司 会有怎样的结果 下期节目中 王小华为您揭秘 状告冯玉祥上级